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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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个人的背景 我是一个很穷的家长大的 我是在一个破坏的家 无法可以谈到幸福 对一个穷孩子 不但如此遭遇不幸 先父有如此深厚的茅山法术 至少在这家中长大 对这种许多神术法术 神功神打 长相风水 包括许多杠头邪术洋鬼 这些奇奇怪怪的法术现象 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是法师的儿子 所以在这种家里长大的孩子 你可想而知 怎么有机会接触基督教 又怎么会信耶稣 后来怎么转变成做洋和尚 牧师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我这一生的经历当中 的背后有许多 不为人知的故事 要跟大家怎么讲解 我过去曾经讲过这个题目 用了一百二十个小时的两片CD 今天晚上用一个小时十分钟大概 要浓术把它讲解 我想 必有挂一漏万 或者是说 有一些可能性 会没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表达的 可以全面 但我尽可能用精简浓术 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课题 我们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很多这些法术 包括我们社会 常常出现 让我们感到一种 很期待 知道它的真相 但摸不着 我们很盼望 到底这种法术 的来龙气脉 隐藏了什么东西 使人感到 后面的神灵 高深莫测 又使得我们感到 旺而生畏 不敢接触 也不敢碰触 因为 你 可能有一种心理的禁忌 免得在太岁头上冻土 或者冲犯神明 就造成 你的人生 遭受痛苦 生活 带来打击 或者生命 带来危险 这就是华人 对民间宗教信仰 有诸多 难以细说 有诸多 难以越过 的宗教界限 但今天晚上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 他可以勇敢告诉你 因为他曾经走过这段路 他可以很坦白告诉你 因为他的人生 的确很多的经历 他又很愿意 把事实告诉你 因为这背后的故事 到底是神 还是鬼 我想今天晚上 在我们当中 所有的来宾朋友 都很想知道 所以今天晚上探讨我们华人 民间宗教信仰 跟西数文化的讲座 布道会的第一堂就开始了 我很盼望连续性的 给大家讲解 我过去曾经讲了28堂 在2003年开始的 现在也16年了 我重新再讲 把很多我的13年过后的精力 精华 把它更加颜面 更加深入 剖析 挖掘 让大家 让大家看得更深入 让大家看得更全面 让大家不要对这种民间信仰 一知半解 更不要望而生畏 这样我们可以面对信仰这些的冲击 而勇敢地突破 这样我们就不在迷信的阴暗中间 受恐吓 而退出 就不敢打破沙包 问到底 愿上帝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我今天晚上 各位把所有在我自己的经历过程中间 什么灵符密咒 医病赶鬼邪术杠头 怎么去跳筒神打神功 有些照片放给大家看 到底服装怎么花 到底服装有多少累 羊鬼有多少种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盼盼大家 特别是基督徒 一面听 一面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的灵 在当中运行 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上帝的荣耀 开我们的耳朵 能听见真理的信息 我们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真神 信仰的内容是真理 一个人没有真理 因为他不认识真神 认识真理的人一定有真理 有真理可以突破迷信 有真神可以打败 恶者撒旦魔鬼 这样光明知者就必须得胜黑暗 撒旦的权势 基督徒之所以不会迷信 也不必迷信 你迷信有太多的捆绑 迷信有许多理性的压制 迷信有许多心灵的一种的耶稣 使你没有办法可以知道 为何这样的事情发生 竟然一张福章就解决问题 为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你问一个神明 就可以使你脱离这种所谓的恐惧跟捆绑 到底这背后来去有什么故事存在 我盼望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今天晚上 你可以把真正的面纱 打开来看 Discover 很多东西已经cover你不知道 今天晚上我把它掘开 让大家一目了然 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课题 更清楚知道 不要在一种 所谓的迷惑的困绑中间 我们半信半疑 又在一个一知半疾当中 或者是所谓的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些包括基督徒在内 宁可逃避 不要面对 宁可埋藏 不要去发现 我想这不是个探求真理的信仰者 盼望今天晚上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朋友 弟兄姐妹 好好去思想 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再次祷告就开始讲解 创造一周万有的上帝我的主 你把生命造了赐给我们 活在地上 使一口气让我们可以存活 成了有灵的活人 人有身体有灵魂 活在世上 不是白活几十年就过去了 被造的目的 生存的意义 就是认识上帝 荣耀真神 主啊 上帝要感谢你 但人因为堕落犯罪 而偏行几路 人就被魔鬼 诱惑欺骗 抵挡上帝 击败鬼神 主啊 我们知道 天地从你而来 生命从你而得 人应当归向上帝 人应当明白真理 从真神而来的话 必要得生命的盼望 主今天晚上你的仆人不配 保血激进遮盖他 他本来是死在过犯中间 他本来是抵挡你的 在罪恶里面沉沦灭亡的 但基督的救恩 生命的光照 使仆人可以悔改归信真神 使仆人可以脱离撒旦的捆绑 侍奉勇获的真神 主啊 感谢你 就把他站在你面前 求你必要与他同在 用于恩高的能力 圣灵的高默充满 要口中没有拦阻 愿你的心意得到成名 让众位聆听 得以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上帝 求你自己掌管以下段的时间 把周围的心都带到主的面前 让人没有受任何的拦阻 魔鬼撒旦要败退而去 被你在中间拘所为掌往前 你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你释放那些劳苦当中担的人 被罪恶下自捆绑的人 愿他们得救 愿他们得恩 愿他们得到人生的盼望 谢谢你所一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 阿们 今天晚上跟大家思想这题目 认识华人 民间信仰的茅山法术 很多人都听过茅山法术 很多人就看过法师 但是茅山法术的来龙气脉 它的起源发展 它整个影响 到底是什么力量 造成华人的社会 或者有华人居住的地方 都几乎牵涉到这一个课题 跟这个信仰 到底茅山法术 跟其他的所谓神明 跟其他所谓一些偏门 或者所谓旁门左道 或者其他的宗教类别 有什么关系 但我告诉你 这一个是大有关系 我今天先从整个华人历史里面 稍微给大家简介 去了解去明白 整个历史的眼镜 跟整个人类生命所带来的改变 被宗教的千字影响左右 人就怎样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 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宗教 无奇不有 无奇不幸 无奇不败 你问他你败什么 我败观音 他败什么 败躲避宫 他败什么 土地宫 他败雷宫 还有他败土地宫 天宫地宫 这许多许多 这些所谓的神像 画像 神明 到底从何而来 为什么有这样多奇奇怪怪 这些宗教信仰 任你选择 但这些宗教信仰 在背后有什么力量超重 使人这样的自作相信 华人的宗教信仰 总有一个迷信的观念 他不问这个信仰的对象 无论是头或者木头或者天地所谓的神明 他不愿意去了解 这样做一个神明来拜 合不合理性 拜个树头树头功 应不应该 他的观念中间 只要我寻找我莫拜的神明 灵 印就是我要的 所以华人的信仰中间就是 不问真不真 只信 灵不灵 灵的话 街边的拉图公会拜 山上的尸神也会拜 海边的海龙王也会拜 这各种旗类的所谓的神明 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样的宗教信仰来自历史的哪一个阶段 那我想今天稍微跟大家先讲解一下 这样就可以从历史奄言来看 整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 怎么样开支善业 到今天华人所居住的地方 必然有庙 庙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有许多不同的特色 这些种类特色 都是让人感到很莫名 为什么这里的观音 跟泰国的观音有不一样 泰国的龙 跟印尼龙有不一样 这些是因为文化 本土的演变 造成个人所需 个人所求 个人所要的模式 让自己的信仰 合乎自己所需要的 这就是华人的信仰 很复杂的 华人民间宗教信仰历史是非常奄言的 如果你从整个历史来看 从我们一个神话的开始 叫盘古开天地 盘古到底是谁 按照华人说 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位的神 他开辟了天地 天与地之间就存在世界了 女娃补天 这许多的传说故事到今天 我们还依然有一种不能断根的奄言 因为我们还认为这是我们的起源的宗教信仰 这是所谓一种的历史 各位弟兄姐妹 再加上我们整个历史的演变 从三王五帝下来 整个中国历史 从夏商周 春秋战国 唐宋 元明清 这整个历史的五千多年里面 涵盖得非常非常广泛 到底古代鲜明 我们自己中国人 相信什么 拜什么 这样我们必须从基本找到源头 按照整个中国历史的文化 这样记载告诉我们 五代几千年前 中国鲜明 元先所拜的 并没有观音 并没有躲避宫 并没有土地宫 也并没有所谓的佛 或者其他的罗汉等等 到底拜什么 所以按照盘五开天地的宗教起源来看 慢慢就演变 一种有思想存在 而没有位歌形象存在的神 有思想存在 没有位歌 没有一尊神 摆着让你去拜 所以古代中国有十三经 诗经 书经 义经 还有周 那个周礼 礼役 还有所谓的春秋 春秋有三本 春秋古梁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左传 还有四本 孟子 论语 额雅 孝经 这十三经 十三本经典 从来没有提到 这些的神明 换一个叫做中国最伟大的原先 点击这十三本经典都未曾提到这些所谓的宗教偶像神明 后来才演变成的 这样你就可以从中再次去了解 去明白 中国古代有两本书提到 一本叫书经 一本叫做诗经 这两本经典提到这几个字 地 上帝 明天上帝 好天上帝 这些明字 多到四百多次 表示说 古代先民所拜的只有个最高的神 叫天 地 或者道 或者明天上帝 好天上帝 等等 这表示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拜这其他所谓的满天神佛 到了明朝 我们看见永诺年十八年 1420年 在中国北京建了一座天坛 有没有 记过吗 天坛 这名字叫奇年殿 那个奇年殿三层 里面没有神像 没有偶像 没有画像 明清两代的皇帝 每一年 在文武百官到那个奇年殿 来祈求天神赐福给国家 使国家可以风调以顺 国泰民安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个匾牌 里面有四个字 叫皇天上帝 对不对 这比中国古代 拜到那个时候还是一字祭拜的最高的天神 刚才我讲了 他们有思想的存在 却没有位格那个所谓的神像 所以我要拜个神 要拜什么神呢 香香香 所以说人就用自己的思想 用自己的才艺 制造神明来拜 所以说有金的有银的有铜的有铁的 各种其类都有了 偶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缠着出来了 那各位弟兄姊妹 我跟大家稍微去了解去明白 这种所谓的神明 在原先 在原先并没有任何可以寻找一个具体的神来拜 后来我们看到 这整个的演变就越来越复杂 我稍微给大家提一点点 今天中国儒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佛家的思想 可以严格来说 成为一个分水岭 从汉朝东汉分水岭 所以这分水岭 儒家思想 我稍微先解释一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的精神跟精髓 所以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是肯定的 儒家文化最注重的是人伦之首叫孝道 百善孝为先 万恶迎为首 孝道是一种很重要文化的传承 孝道本来不是祭拜父母亲的 生世之一里 始祭之一 但藏独祭里 无三不成礼 到东汉了以后我们看见 孝道变成祭祖 祭祖变成祭鬼 祭鬼变成超度 超度进到轮回 我就解释你就明白了 第二 道教 道教之前叫道家 道家是老子的思想 老庄的思想 老子写了道德经上下五千句 当我们看到道家本来一种人生宇宙的哲学 一种的道理 当我们看到 到了汉朝以后 东汉了以后 就变成道教 满天神佛 把天把道 变成一个具体的神明 叫玉王大帝 听过吗 玉王大帝产生 岩死天君 才产生各种各样的神明 就这样出现 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 第三 佛教本来是佛家 佛教是没有神可拜的 上天下地 唯我度尊 佛不是哪来拜的 佛是哪来修的 佛是哪来悟的 修心仰性 明心见性 但佛教在东岸绵帝67年 传进了中国 看见本土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非常负担 其中一个对儒家思想产生分庭抗理的 就是孝道 后来我们看到 他就入乡水树 就变成了华人的民间佛教 佛家变成佛教 道家变成道教 儒家变成儒教 这是三教合一 叫做民间宗教信仰 这些你明白了吗 所以你从这里去了解去认识 整个中国历史从最原点开始 是一审论 在他一审论不是基督一审论 后来变成多审论 泛审论 后来到毛泽东的时候 五审论 现在又多审论 又满天神佛开始了 你从整个中国历史来演变 可以看到 这种所谓的宗教如此复杂 宣示到非常广泛 我今天稍微先把这个宗教的思想面纱打开 你就慢慢进去给看见 我们研究这个课题 就可以深入一点了解 华人的民间宗教信仰其中一个很大的派系 就是茅山法术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解 这个课题之前 我再给大家讲一点 人对宗教有这个需求 不是偶然的 圣经告诉我们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样式所创造的 人被造有神的形象 因此人渡了以后 人就偏行几路 人还是想要找神 人还是盼望认识神 但人找神找不到 就找了许多假神来拜 人很盼望认识真神 但是一个人的眼睛被假神弄下了 看不见真神 因此人就瞎指摸象 摸到什么就信什么 信什么就拜什么 所以今天我看到 中国人所拜的宗教信仰 所谓的神明神像画像 多得不得了 你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样复杂呢 因为我们堕落了 不明白真神上帝 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第二点 宗教信仰跟人事的意义 人为什么会拜神 拜神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我要从这几方面 跟大家讲一点 让你可以知道 今天我们对这宗教信仰的善男性里 这样的执着 这样的虔诚默拜 无论是初一事物吃灾 或者有庙就上香 有荡就奸香油钱 行善做功德 这许多许多的宗教行为行事的背后 为什么促使你对宗教会产生这样进钱呢 我们这宗教当到底要什么 我跟大家稍微提一点点 宗教这两个字 是来自两本经典中国古代的 宗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古代的苏经 宗就是烟以六宗 表示宗就是一个对象的意思 烟以六宗是什么 拜日夜星辰 山川河带 这两样 最初拜太阳 拜星星 拜月亮 星星太阳 没有什么人拜了 现在拜 是拜月亮 还有人拜 因为还相信嫦娥在上面 我们有没有拜山 山神 有没有拜河 河神 有没有拜海 海神 有海龙王 有妈祖 对不对 到台湾妈祖 最很热的了 到今天还相信 妈祖就是那个坐在海上 宝父之神 这就是观念 这叫烟以六宗 什么叫教 教是取自义经 这句话 圣人以神道社教 圣人是伟大的神圣的人 他们一种教理去教化人 这种的教 或者用哲理去感化人 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开始的 所以上天有宗教的对象 在下有所谓道德教育的感化 所以用今天普通话来说 人有宗教信仰 莫非要得到神明的喜悦 第二我们行善可以既功德 因为宗教有善恶的报应 明明之中 举头三车 有神明的存在 所以你不敢望天 你不敢指天 因为在天有神明 在地下有鬼神 这种所谓起源 就慢慢就产生了 第二个层面 宗教跟迷信的关系 我们今天 有读过书的人 也照样迷信 没有读过书的人 也照样迷信 为什么人会迷信呢 迷信 他不是不信 他信得很迷 对不对 你问他为什么这样拜 因为这是我的神 为什么这么虔诚 因为我祈求他给我使到好处 所以这样迷信的观念 在词典里面 迷信是 不差事之真为而相信 叫迷信 你不去观察了解 是还是错 对还是好 你就这样相信 这种所谓叫做迷信 好 什么叫做迷信 我今天给大家了解明白 我过去曾经有提过 在香港 这个台湾的圣言法师 有提到 迷信的宗教 在禅的世界 那本书 271面到270的面 迷信的宗教 是违背因果 第二 迷信的宗教 是违背情理 迷信的宗教 是违背道德 佛教是讲因果的 你今天不好 不要怪人 前世之因 你要知道来世有什么果 你今生要怎么做 这就是 他们不是相信命理 纯正佛教 或者正统佛学 是不接受 这所谓的风水 长相的 他们只相信因果 你今天发达 前世之因 你今天落魄 也是前世之因 这就是所谓他们的迷信 我把华人的民间 这些涵盖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迷信 我研究大概有四大方面 你研究中国历史 迷信的宗教有四大方面 第一 苦难 当人在苦难 患难 中间 人 很想平安 多少人在庙里求神拜佛 莫非要平安吗 对不对 跨境庙门两件事 烧香 什么 谁知道 烧香 求签 问心事 为什么烧香来求签 盼望 解决我们的问题 各位弟兄姊妹 你看中国历史 大部分都是苦难的 对不对 单单春秋战国来来去去打仗 明不了身就五百多年了 才进到汉朝 对不对 好可怕 人在水深火热 肚不能果腹 衣不能避体 头上没有瓦 脚上没有鞋 人想不想平安 平安之千金 去哪里造平安 这么多苦难 所以人就想到神明的保佑 过去 中国历史没有 哲学家 圣人来解决华人苦难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华人这么容易接受佛教的其中的原因 就佛教传进了中国也就用一句话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大开门覆 许多人就接受了 我今天不谈 这个背景 第二 我们很怕 鬼魔 多少华人的家 一进门 八卦三叉 照妖镜 有没有 身上有租链 钱包 有服装 车上有佛牌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的车后面有这样 你看到吗 对不对 这屁鞋的你知道吗 基督徒你不要去画 画点豆芽 看过吗 屁鞋的 这些都告诉我们 这些很多人一进他家门 正堂 大厅 就有一座神台 神台上面有神 对不对 再上有神位 再下有地主 外面有天神 还有门神 还有一个天官赐福 这些种种的迹象 人就是怕鬼神 所以需要这所谓的服装 神明来保佑 包括很多迷信的基督徒 把耶稣的像挂在门口 有没有 不要挂迷信 天主教徒多半都有挂的 不是那个画像 耶稣活在你的里面 给你好好去明白 去了解 第三 我们很怕死亡 古代完了一堂都死 打个雷息 对不对 看到棺材 看到和尚打灾 看到死人出兵 转过来不要看 死是很可怕的东西 不要碰的 人生千古难逃一死 很想不要死 也不得不死 死亡是可怕的 棺材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不想去看坟墓 不想去看死人 不想去看打灾 不要去太平间 因为人死不但可怕 人死有鬼啊 人死变鬼 对不对 这种种的就叫他们很惊怕 所以大肚子不要去产加上礼 要借坟喜事来 不要相冲 对不对 刚刚办喜事做生意开门 不要去碰 免得拉扎也碰都累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东西当作鬼神的惧怕 这迷信 第四是地狱 我们话来很怕地狱 到处里 第一 也是东汉了以后才有 开始注重这两个字 之前中国人不讲地狱 讲什么 讲九泉之下 对不对 讲阴朝地府 牛头马面 对不对 当佛教传与中国 就把第一的观念 天道 人道 阿西罗道 饿鬼道 第一道 跟畜生道 这第一道 变去了 过去中国人只相信 十八成第一 对不对 佛教不单十八成第一 有136个第一 任由你选 你要去哪一个 但人就惧怕了 这么多费力该怎么办 所以就产生迷信 产生祭拜 我要求神拜佛 盼望这东西拿掉它 那这就宗教迷信了 这四大因素都很迷信 但所有宗教存在都承认 不得不相信 我们是有罪的 但华里提到罪很不喜欢 很敏感 你讲他有罪 你传福音说你有罪 他很不喜欢 因为我们不承认 但我告诉你 请你听这句话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伟大的宗教存在 都证明四件事情 你无法推翻 这是个事实 第一 世界所有的宗教存在 都证明人是有罪信的 对不对 有没有 你为什么拜神 为什么恕罪 为什么念经 为什么做功德 有罪信 第二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存在 都指明人在犯罪 有没有 不要犯罪 中瓜得榴莲 三有 三报 二有二报 不是不报 那是新洲日报 那是实诚未到 指明我们人不要犯罪 第三 世界所有的宗教存在 都显明人要认罪 对不对 要离开罪 被你吊在阴间里面去 不要再犯 等一下你变猪变狗 对不对 要认罪 第四 世界所有的宗教存在 都证明人要离开罪 对不对 你敢讲你没有罪 那你没有罪比孔子更厉害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知错能改 三莫大言 第三 宗教的信仰跟人生意义 人生在生命中间 有遇到很多痛苦打击 人盼望找到意义的人生 什么叫意义的人生 我很快提几点 让大家可以了解明白 第一 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 你一直做人 一面思想 人感到很苦很难 但你一面找寻 有意义 有价值的人生 第二 你会问 这个世界 为什么这么多苦难 对不对 如果没有苦难都好 上帝啊 如果你爱我们 把苦难拿掉吧 那IS灭掉吧 天灾地震 水海啸 不要发生吧 可能吗 不可能 第三 人间 的苦难 为什么捡不断 理海乱 一直在发生 第四 世界为什么这么多鬼神存在 我们华人最怕 七月的鬼节就到了 对不对 一到鬼节大家都不要结婚 所以 那一个月 我们的 所有人都 谁由你选择 华人都不喜欢 七月鬼节 直接分的 起了鬼老婆 怕了鬼妻子 麻烦 嫁了鬼丈夫 第五 人一生之后要往哪里去 今生几十年做了 一人死了 我要去哪里 如果没有地方去的话 那你会感到 没有意思 一定会离开世界 因为这世界不是你的 第六 善恶将来有什么报应吗 如果没有报应 你很不甘愿 对不对 好人也死 坏人也死 大家一死了 人死如灯灭 你甘愿吗 你看过哪套戏 好人坏人死到完的 你最生气是好人死到完 恶人全部 都活生生的 赚大钱 行高楼的 对不对 恶人死受报应应当的 好人死应该为了生烟 善恶的结果一定有个报应 所以华里想 今生不报 来世要报 所以因此有人相信 三世轮回 前世今世跟来世 人就拜神了 第五 人一生之后 有没有一个永恒的归宿 我的灵魂 有一天要去哪里 当灵魂离开这个身体 这个就变成尸体了 我的灵魂要往哪里去 各位弟兄姐妹 这宗教现在探索 给我们稍微一点明白了解 我先把这些事件提出来 让我们可以了解 不是单单只谈我们的毛山法术 毛山法术里面所有的寻求者 都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牵制影响 因此他们去寻求神明的默拜 寻求师父的点睛问题 盼望解决他们生老病死的问题 盼望让他们得到平安富贵发财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先把前面交代清楚 好 下来我们继续来思想 第三 毛山法术的面面观 毛山法术有三大层面 第一我先讲毛山 第二毛山派 第三什么叫毛山法术 我交代清楚 你可以知道不要有对毛山 三根毛叫三毛 糊里糊涂 我解释清楚你知道 就对毛山不会感到很糊涂 我必须向你负责人讲清楚 毛山这两个 各自是道教的名山 中国有很多名山 黄山 峨眉山 基柱山 对不对 毛山这个地方 在江苏居庸跟金坛的两县之间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本来也称叫地费山 又名叫居曲山 这个地方风景优美 到了西汉景地的时候 在陕西咸阳 那个南关 就有三兄弟 陕西咸阳南关有个三兄弟 第一个叫毛影 第二个叫毛固 第三个叫毛钟 这三兄弟 叫三毛兄弟 不是三毛 台湾那个 他们就在那个山上建了一个鞍 鞍就是不是庙 很简单 用草盆做的叫鞍 用石头建的叫庙 明白吗 金碧辉煌叫宫 你看很多宫看到吗 宫是比较简单 宫是最最了不起 天后什么 宫你知道 宫大不大 大 庙很小的 鞍 这很小的地方 毛草盖起来的 这么建了以后 他就在那边修道 上山彩药炼丹 帮助许多穷人 医治他们 一方面修炼 一方面助人 所以他这样一种的做法 不单如此 行善既得 没有收一分钱 后来传说的三兄弟都死了 他们就一化成仙 因为他们修炼成仙了嘛 百姓对他很敬爱 很尊重 结果就把这修取山 改为叫山 毛山 简称叫毛山 懂吗 懂不懂 懂哈 这叫毛山 清楚哈 OK 好 这就是所谓的毛山 好了 我们看在南北朝的时候 有个人叫陶红锦 他也在那个山上 就建一个馆 馆的意思就是有收徒地叫馆 知道吗 武术馆 有没有 画馆 馆就是有收徒地的叫馆 他建了一个馆 就这么创立了 叫上清教 上清教这个教的 我会给你知道派系 他主要是画湖 在江苏 这毛山为中心 后来 他们就把这个地方 这一个所谓的馆 放一个名称 叫三毛征军 好像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 那个官公 对不对 官公后来也被封了 变成所谓的那个官公大将 成为民族英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 这样一个所谓的三毛征军 后来慢慢就成了一个派系 所以叫做毛山派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毛山派主要是让这些跟随者 把他们的祖师的船留下来的教导 把他发扬光大 而且色谈授徒 就一面教他们画服装 有摘戒 炼丹 包括他们有修道 延年益授 等等 凡是修成果的人 都能够预化成仙 叫成神仙 所以按照道家的人 一定要有很多的规律 去限制你自己 而且你修到的地步 可以真正达到很高的一个所谓的成果 就是所谓的 佛教 这个道教的观念 曾经有一首歌词 有这样写的 三十三天天外天听过吗 九霄云外有神仙 神仙本事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坚定 你要很坚定的修行 修行 到个地步 你死了 你就成神仙了 请记得神仙会死的 其中我们最熟悉的都霸仙 对不对 我稍微提点给你 第二 毛三派来了 刚才是很清楚提到毛三怎么成立 毛三派在南北朝的宋朝的时候 特别在江南 江南有个地方江西 听懂吗 江南在那边 因为历史的演变 从毛三这个思想 演变成三大的名门 派系 我们中国人最会 每一个山头都一个派 对不对 叫山头主义 对不对 你有你的东头 我有我的西头 大家都互相来做真地盘 看谁做龙头 对不对 三个派系 第一个就是 这个龙府山 你们听过了 第二 各兆山 第三 就是所谓的毛山 但龙府山跟各兆山 这一派是属于天师派 天师派知道吗 不是张天师 张天师 张天师捉鬼 等我给你看到张天师的服装 怎么厉害 这个天师派 所以这派系又分两个 一个叫北派 一个叫南派 好像佛教有南北 对不对 大乘佛叫 Mahina 和Mahayana 大乘佛叫Mahayana 小乘佛叫Mahayana 所以 这他们也分两派 北派是全真派 他们势力很大 扩得很快 这北派 比较注重修炼的 比较注重采药 炼丹伊人的 叫北派 南派就不是 南派比较注重画服装 欺诡的 比较注重这些所谓邪术的东西 去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这种叫做南派 换句话说 茅山的南派 比较注重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佛教也是这样 小乘佛教注重个人修行 大乘佛教什么都做 所以你从这里去看到 整个那个所谓的发展 后来我们看到这两个派系 这个龙虎山跟各造山 这两个派系结合起来 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动力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人 叫陶红锦 这个人很有学位 一个人可以经历三个朝代 这个人就把整个所谓的 茅山南派 把它发扬光大 后来他就成为茅山的 第一大宗师 就产生了他的徒弟 在整个江南布满拳击 这就是所谓的南派的思想 所以茅山法术 后来怎么样扩大到全国去了 主要在唐朝以后 唐朝的势力 遍布整个神州大地 主要因为在上的皇帝 在上皇帝一信了这个道教以后 好处多了 一推广下去 这很多人就把道教高举起来了 好像我们看见基督教也是这样 那今世谈地一信耶稣了 全国罗马帝国都成为基督教的天下了 这其中就是那里后主唐太宗 他非常遵从这个所谓的那个道教 就这样把它整个香火兴盛起来 这个后来另外一个唐前中 又把这个道教再推进一步 非常遵从这个道教 结果我们看见这个道教 就在他的推波助浪之下 后来唐贤宗的外号叫做道教皇帝 就这样产生出来的 好 所以道教就会为两派 一个叫北派 一个叫南派 这两派有互相一些不相同的那个所谓的教育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到今天还是有一些各个部落的地方 但无论怎么样 这些都是因为个人的观点 所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那我不提这方面东西 所以我在讲 这两派北派比较注重修炼 或者炼丹或者所谓延年一寿的 南派比较注重的武术 或者所谓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法术等等 这就是茅山法术的一些所谓派系 第三我跟大家更深入去讲解 茅山法术 茅山法术 你一听到法术 你心里感到感觉很惧怕 这做法的 对不对 你不敢碰它 茅山派大概还比较好一点 那茅山法术呢 它就有一些使你感到一种 不要去碰它 茅山师父 你更怕它 所以请你记得 在这种所谓的茅山法术里面 它一定有法师 当然道教他们很少用法师 用道师 道教用道师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地方听过一些人讲 或者我们都会 称呼这些庙的主持人叫庙族 对不对啊 庙族 听过吗 庙就是那个地方 族是什么 族就是那个主持人 为那些祈求者向神明祷告祝福 这个叫庙族 知道吗 就是说 你来找他 他愿意帮助你 跟你上乡 求神拜佛 让神明把好处祝福给你 这种叫庙的主持人叫祝福 本来 按照我们来看是好事吗 对不对 后来看到很多庙族 慢慢变成神棍 我今天不过神谈这神棍 的许多的偏差 是怎么一回事情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去了解明白 茅山法术 它用的方式有很多 一谈到法术 那我想 用西方人 大概你会知道这两个字 一个叫做Black Magic 黑道 对不对啊 黑道法术 一个叫White Magic 叫白道法术 黑道法术是邪的 白道法术是比较帮助人的 同样的 在这茅山法术的演变过程中间 就开始很多这些东西了 我开始解释一下第一个 无数 无数就是那个无师 凡是庙里面的主持人 都可以称他为叫无师 我们常说 马来的无师 对不对啊 他们就是一个无师 师这个师父 无就是一种跟人家思法 做法术的人 叫做无师 知道吗 但人一偏差了 就麻烦了 所以这无数 就是那个法师 替人施行这些 所谓的神鬼的一种方式 跟仪式 所以这种叫做无师 或者无数 第二个方式 方式是什么意思 特别在秦汉的时候 很多的方式知道吗 方式是有学知识 他在街上 街边 为替人 帮助人 写信 帮助人解答一些人生的问题 那这些人慢慢就开始为了他们的利 开始心里面有一些贪念 结果就趁机会来蒙蔽老百姓 就慢慢做一些迷信的恐吓 惧怕 使人就需要帮忙 这个慢慢这些人就成了江湖术士 就好像孙宁先生一样 孙宁先生原本是那些有学知识来的 在市场上帮助人解决他们一些 人生各种的疑难问题 后来人心变坏了 就把一些神术鬼术掺进去了 人就因为这样被欺骗 而就给他们得了很多钱财 就越变越厉害 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个方式的兴起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开始追随 这样一种的所谓的方式 其中我想你们都知道 战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方术师 叫做鬼固子 听过吗 鬼固子是很出名的 你读历史读到 对 这个人本来是跟他算命 官夫长生不老的事情 后来我们看到 这方术师 慢慢一些人心术不增加的一些方法 就变成法术了 看到吗 情igon Not 就是一种你感到很奇怪的东西 本来是种理性知识的东西 变成一种很神秘鬼神的东西 从无数到方数到法术 法术人心更坏 要骗人 骗财骗士 就变成 血数 这血糕了 听过没有 哎呀 这个人很邪啊,这个师父这么邪闸的 你看过吗?神棍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很邪恶的 看着漂亮的人,留下来给你捉鬼捉到床去 不美丽的,你回去吧,平安没事的 靓的留回来,不靓的回去 好帮爱吃猫山王啊,对不对啊? 甘帮榴莲不好吃,你拿回来 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从邪书开始演变了 到最后,猫山法术 猫山法术起演,都没有太大的困难 后来因为,树大有孤枝啊,就变成很多天门 就变成左道,就旁门左道 佛教说,这是天魔外道,就产生出来了 神神鬼鬼,牛鬼蛇神,就冲车了整个人间 哎呀,怕鬼啊,拜拜拜拜,看哪个师父 这个不灵,那个灵,到处找师父 所以,有生意做,那是庙一间一间被建了,看到吗? 师父一个一个起来了 真的也是师父,假的也是师父,对不对? 压鬼食豆腐,又是师父 什么师父,不知道 乱去,把这个都假而上,看到吗? 剃个光头,穿个袈裟,我也是和尚 回去留长头发,三个月,不是和尚 很多带着宗教假的外袍,欺骗人 所以,这民间信仰就太多的骗术,法术 造成人很恐惧,到今天也是这样 毛山书也是这样 毛山大概有翻三正 上、中、下 下毛山是很邪恶的 下毛山,钻羊鬼 欺骗人 斗法 拿钱 害人 中毛山,不上也不下 有时好有时坏 上毛山,比较注重一种,所谓医治啦 吃中药啦,针酒啦,打卖啦,拜拜神啦 这些比较好一点的 这不同的三个派系 好,我就跟大家讲清楚啦 毛山 毛山派,毛山法处,清楚吗? 但你就很清楚,get out the information 好,开始了,毛山说一定有画糊咯 对不对?等下我会把这所有放给你们看 用割石头怎么割到福章呢 各种各样 好,我先讲第四方面 所谓的福禄起源贯通天地神明啊 什么叫福章 福章有各种其类的 民间宗教信仰 跟道教 佛教不一样 佛教有佛经 道教有道章 民间信仰没有这两本经 古代他们只用两本经 一个叫太平经 一本叫山海经 这两本经是古代的文言文很深的 后来民间传流这太深了 我们的老百姓都慢慢可以知道 越来越浅化 浅化慢慢就把所有历代来所得到的资料 慢慢累积 编成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什么书 看得出吗 嗯 通圣 知道吗 哈干你的通书 通书 本来一本书来的嘛 广东里都通虚通虚通通虚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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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华乐这什么东西都有这种意图的 这福章里面各种类 你要进行物质 结分 给你看时辰八字 显日子 进班物质 开店 给你看日子 太阳怎么照 各种各类都有 这个这一面 这福章一个叫天师福 张天师法福 这里面有各种各类的东西都有的 这是民间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 每一个师父都要拿这本的 没有这本他搞五顶的 一看 你给喜上的 毛喜上的 给多脸啊 是属什么的 属牛 斧兔 龙蛇 马羊 猴 鸡 狗 猪 对不对啊 还有佳一丙丁物质更新人愧 金木随火土 这些一看 熟火的 哎哟 丑师生的 不好哦 哎呀 你不要出八这份 改多一倍 十六这份 月亮严好 用这本书 福章的起源 这种通天地神灵的 你看福章有一种通灵 通灵什么 就是天地的神灵 你会常常在戏里面看的 那些人捉鬼的 沙针冒的 då 当当当当当当 ,那个秦那 那秦那秦蔡子那个...... 烧了 天零零地零零 今天王府捉鬼要零 还有一张福章 那这福章 他一定写 太上老经 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福令 或者福应 按照中国传说 古代皇帝出去打仗的时候 讨发营优的时候 西王母就送他一个福 这种福叫做复生福 结果打圣仗回来了 哇皇帝说西王母给我这张福 保佑我打圣仗了 这福很好用 很平安 很有效 结果那个时候就开始演变 人人出去打仗都配福 叫配福 这种福章慢慢就演变了 听说大于治水 听过吗 大于治水 他也是配了那福章 结果把整个国家的水潮 那个渠道全部通好了 也是神明保佑他 所以那个福章就开始慢慢演变了 起初生开始的 到春秋战国的时候 这个福章的广泛流传就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 老庄的思想 老子跟庄子的思想 在信起来的时候 民间就越来越多的团体 越来越多的庙 越来越多的方术 或者方式 就趁着这个机会 写各种各的服章出来了 你哪去用 哪去用 哪去用 结果 很多人用了 你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福 知道吗 所以人就不管他怎么来 主就写了一大堆服章 让你去用 那些服章 压阵 赶鬼 治病 保佑你平安 各种各样 等我给你看 要有多少种种类 这个所谓的服章 我看汉朝以后 有种叫兵服 听过吗 皇帝给你出去打仗 授权给你的时候 那个将军拿到兵服 将在外不收令 那兵服就是一个权力 你可以授权给你去打仗 这是一个起言 开始明白了 你看 点起就火了 以后那个服章 越写越多 哇 等下我给你看 看到你偷昏脑 先来了解 服章怎么写的 有多少种类 先讲八体 你们不必去研究 天体 天体 地体 鬼体 神体 内体 外体 中下体 一万体 这种不同的体 你等一下 你看看到各种的 第一是三六文 六种文 所谓的形 那个什么形象文 指示 那个形身 会 会议了 还有转注了 跟假借 这种文字 的假借 达到 司法的目的 这种六种文字 在一般上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用这所谓的纸张 所写出来的文字 大概有六种 一种律书 看到吗 传书 行书 跟草书 所以 常常写 服装的人 他的书法 很好的 我五年级 去我父亲 写书法 我风退的那一年 我全校大凯 我拿第一名 天天写 写写写写 所以那同学问我 王福你的大凯 写得这么好 你怎么操练的 你知道吗 我被逼的 怎么被逼的 我每一天回去 都替我父亲写服装 谢谢 就写的 也写好了 古怪 每一天要写的 好 服装 他还有个 传课 当服装写好了 要盖个印 叫服印 你看 真正的庙里面 一个服装 一张服装 他写完了以后 他有个印 盖在那边 叫服印 还有个服胆 服胆服印写好了 还没有力量的 还要在神坛面前 烧香 祈求神明 使用这张服装 他拿到 裁判 一定要有盖印 对不对 对不对 网络拿到 盖印以后 你就可以去抓人了 对不对 你明白吗 很有意思 一个小警察 可以抓一个打毒 打毒不够他 因为那个 伯人很大 好 就从这里 这样一直在展示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整个发展就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特别在东汉的时候 道教的 整个成立的新圣 主要一个很大的人物 叫做张道林 张道林的主 张道林在主前34年 到主后153年 这人很长寿 在霍明山上修道的时候 他就把这一套的思想 跟这一套的 这一套的所谓的福书 写成24篇 很多的福书 就这本福书 这种福书知道吗 你看里面多福啊 你要什么福 什么福都有啊 看到吗 有吗 看到吗 我有三本哦 有两本更大本 什么福都有的 他就边边边边 什么想到写写 写了24篇一大本的书 福书 就传给了子弟们 你肚子痛 来 找 就写成福书 你要生孩子 哎呦 你要搬屋子 你要做什么东西 结分 全部都有福书 去帮助你 这个该来 所以这样 这个张道林 他修道很成功 到我们看到 后来就偏差了 张道林 成仙了以后 所谓成仙 后来人家就封他 叫张天师 听到吗 后来就把这个叫 这种五斗米叫 五斗米叫 就是你只有这个米 基本的 他就可以受徒了 明白吗 不要为五斗米 这样 五斗米很少的 知道吗 不多的 你听过这句话吗 不为五斗米摘腰 听过吗 这就是意思了 所以一个贫穷人 只要有献出这样 好像当时孔子一样 对不对 只拿你一点点肉 就可以了 有胶 五类 这是孔子的思想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我们就把这个 那个画符的起源 发展 已经告一段落了 好 下来我们看看 怎么样学习法术 练神功 来了 很多想知道 当一个人开坛的时候 那个师父 请师父 或者神灵 的仪式 那个师公 也叫师父 通常一般上 请师公 大过师父 师父 还有师爷 对不对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 那个等级之分 一般上都请着 比较 德高望重的老人家 比较功力高强的 修行比较高的 叫师公 来为这些 入门子弟 给他们行事 来作为一种 所谓学习 茅山法术 好 两类 第一类叫神功 第二类叫神打 你们都看过 很多人的神功 神功 你看他们的 做法的时候 就有很多 不同的一种 形式了 好 这种所谓的形式 他们有各种 不一样 有些拿一大堆的 香火在挖肚子 在刀砍的 保命的 各种各类 他们的入教 或者他们叫过教 都一个基本的 一种需要要求的 他们必须遵守 他们的教规 否则你就不能 过教或者入教 这是一个基本的 入门功夫 这个所谓的神功 比较容易学 只要你千层念的话 一般上都可以过得了 神打就比较难了 神打最少要49天 你的功力够高 你前程之心够了 那你整个 那个过程 就会很特别 神功 两种 我看过你们 跳档 看过吗 一种叫明童 一种叫暗童 暗童是你不知道 你看 这讲的东西 但你看不大处 那只叫暗童 暗暗的 明童很容易了 一请 他们的神明就来了 对不对 他们请到什么神 一请霸仙来了 韩香子 对不对 那摇屁股的 蓝彩盒 对吗 曾经有一些人 去试他们那种 所谓的神明 请什么神来 有些是人物 有些是动物 有些是鬼物 有没有 也古古怪怪的 有些请来的 好像猴子 就齐天大圣 有没有 这样咬 对不对 狗叫 有些 辅神 老辅叫 有没有 狗叫 猫叫 这动物 有的 有些像蛇 你看过吗 我看过 这样做的 很有趣 这动物 所谓动物的 请童来了 请人物 他就讲了 所谓的 你看 我要请所谓的 那个什么 拉扎来 轮廚就走了 对不对 请关公来 来了 对不对 请了 哎呀 关公也请得到 包公也请得到 有些我提个人 请他们的师父 来为他们的徒弟 上童的时候 请什么人 一请西方 死泰龙 Rainbow 就来 有趣 再请东方的李小龙 就来了 你看 动物也有 人物也有 怎么李小龙 死泰龙都请得来了 到底是神是鬼 你看 真的他们请到来 打得好像 他的声音 一变蛇 就躺在肚上 这样蛇 再来 老虎 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的 你该像这种跳筒 为什么跳到这些东西来 很奇怪 我从小看了很多 我不紧张了 但一到我父亲面前 他就拜他的师父 很奇怪 他在外面跳来 跳到神坛去的 神坛那边有个香炉 插很多香的 整把香拿来香壶 就这样来挂 打了 打了一招 没问题 跳到你乱 一到我爸爸面前 我师父爸爸 又来跳 很奇怪 当那个跳筒人 要他停的时候 我的师父在神坛面前 讲讲几句话 就在神上这里 拍三下 就醒过来了 就这么简单 很有趣的东西 好 我再来讲到一点点 我放东西给你们看 第二是神打 神打都不清醒的 他整个人进到一个 半分米的状态 这样的 那这种神打呢 功率更高 他修行要高 一般上 至少49天 这种人 修到那个地步了以后 他有非常 高的功率 你听说 刀枪不入吗 枪当然不是 我们今天的枪 中国人古代讲枪 就是毛枪 知道吗 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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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些 那些什么 少年士 你看到 猫枪顶了 对不对 真的不进去的 看到吗 那枪真的 这个叫毛枪 不是来副枪 来副枪 一烫你就玩 对不对 清朝义和团 你不是看到吗 吃了很多 拂水的 拍胸膛的 刀枪不入 那套戏叫 男儿当自强 看到吗 李连接拍的 第一套 去看 就破除那个 百连教 破除那个 天道教的东西 你们去看 很有意思 全部给他打到垮 那米信 全部给他 抛到完 他们不怕 结果羊枪 羊炮 打就全 给他打到 死到完 那这种 所谓 他们要请求 师父来 为他们帮忙的话 他们需要一个 很虔诚 要禁忌 要守戒 而且尽可能 不要碰你 保持你心身干净 所以这种 炼是一种 相当需要长时间 而且 他每一次 炼的时候 就很长的时间 等神灵附体 神灵附体 叫做铜鸡 鸡铜 知道吗 他附在他身上 他们就可以 施法了 所以这种人要 不断的要喝湖水 天天喝 天天念咒 所以从宗教到大教 大教到了三三的时候 那你就成功了 好 我想这个行文 炮会把它放出来看看 我们这些东西好不好 看来浮水的东西 好 放上来 在哪里 好 这符章 看到吗 不要学 这本符 有几万种 不同的 古古怪怪的 OK 放快一点 不够时间了 这全部 古古怪怪的服装 都有的 他福袋 没有给你看到 他盖的福音 没有给你看到 因为这个是一本书 他不会盖福音的 好 好 这神灵 这张符 看到吗 好 停一下 这种符 圈鸟红圈的 比较严重的 另外一种叫 珠沙符 还有一种叫 雪符 更更更厉害 反正圈鸟的话 就特别有势力的 特别免生 五雷 五雷神掌 好 下来 这次是做法术的 做钢头术的 那些鬼仔 还有打小人 知道吗 打谁雷 打谁雷 OK 好 不要看了 你看这些人 他们赶鬼的东西 那个 关师傅 香港的 关德星 知道吗 跑来一百多套的 神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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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光 威风 1997年 我到香港 讲到的 他 那一天 就有个 就有个 神 当神 就关德星 关德星 爷爷 把关德星 也当神 来拜 你看香港人 知道关德星吗 老一辈知道 OK 好 爆梦 很多古古怪的东西 看一看 快一点 好 这种 虚多古古怪怪 鬼灵通进的东西 好 这是鸡同 看吗 打 那用那铁棒 刺 打着那血流出来 很可怕 伤到他们 然后很快 扶张一摸去 他伤口很快 好的 好 Next 前面你看 用刀割 看到吗 上面那张 这张你看到吗 我父亲也是有做 请到徒弟 用那个利刀 割那尸头 来写字 这种叫血浮 或者杀血浮 Blood charm 这种是很高级的 魔鬼很怕血 他们用血来压阵 来驱血 你看他们这样做了 那符章 全部是血来的 有特异功能附身的 写好了以后 拿一张符章 直写符 Blood food 就好了 等下可以吃阿萨麦萨 真的你不敢像像 所以你说他神灵几厉 Next 好 这是他们跳统的时候 他们一般上 他们跳统就拿着衣服来打 给你看 真材是料 好 好 你看穿 那椰子 那很普通啦 大不胜更厉害了 对不对 穿下去等下 好了 一个小硬罢了 好厉害 他们神明可以做到 医到你好的 好 Next 快点 这些神明不要看 跳过去 这些他们施法了 你看这师父在呆了 上刀山看到吗 一梯梯上刀山了 你看师父怎么过官啊 过府官啊 过阎王官 很多官的 还有九王爷过 跑炭火的 各样都有的 那师父大家来了 所有人要过浴室要吃浮水 喝浮水 撒浮水才可以过去 OK Next 看到吗 那些做法是 还有开光 还有打的 点的 好 这些师父全部用来打 打给你看 这个刀 那个棒是全部铁吃了 很可怕 你看他们 各种各类 好 他们就为他驱邪 这样东西 拜神 神坛 好 Next 还有吗 好 没有了 谢谢 还有 没有了 OK 谢谢 好 我们下来看看 所以一个人要求师父来帮助他过教 我要学这个茅山术 我要学这个法术 他必须有虔诚之心 按照师父给他的指示 一步一步去进行 帮助他 让他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力量 那我想这个过教的东西 我就不再提了 我们看第六 很快来看 最后我讲我自己本身怎么归族 给我再一点点时间 好 我们来看看第六 司法术的类别 这里我提了十五点 每当你到这些所谓神庙 或者找到师父 一般上人都莫过于这些需要的管道方式 来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第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求签 问世 对不对 就求签 求到上签 中签还是下签 上签是好的 风光明媚的 下签就乌云满布了 中签 下签就死无出路 所以很可怕 求到下签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很可怕 第二 是什么 沾泼顺命 去看长相 看脸相 有没有 还有去摸骨 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都是民间信仰的 包括一些道士都会懂的这些东西的 第三是问迷招魂知道吗 跳神跳婆 那个跳 那种东西 叫做问迷招魂 我不经常谈太多 第四 就请神过 请同过阴 请这跳打人什么过阴 过阴就是交诡 过到阴间里面去 轨道里面去 跟那些鬼 打交道 哎呀 我哥哥变鬼了 我爸爸变鬼了 鬼道 去找我爸爸在哪里 去证券哪一道 第五是通灵法术 问前世 今世的问题了 哎呀 为什么最近这事情越来越多 搞不定的 祸不单行的 你就去通灵 啊 你撞到小人了 哎呀 你记得吗 五年前 你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啊 你记得吗 你打掉一个baby 哦 英灵来找你咯 就这种通灵法术 去做的东西了 很多人怕 第六是打灾超度咯 死人打灾 怕他下地吗 第七 画符念咒咯 第八 神功神打奖了 第九 教杯 随网 他们要跌 到底能不能知道 是不是 教杯看过吗 有些用 两个 有些用两个钱 有些用两个铜板 都可以的 一两个甚至 啪 掉下去的 这样的笑杯 叫阴杯 叫阳杯 叫阴杯 如果这两个不好 这两个不好 一开一开就好 叫阴阳 阴阳调和的 这方面 看水碗 拿一杯水 放在那边 然后就看 怎么样去司法 做这东西 第十 阳鬼杠头 改天我给你们讲解这方面 今天我是引言给你们知道一下 很多人在养鬼 就是做杠头 做杠头 就是邪术 邪术 就是害人 害人有很多种类 还有小人 白斧 知道吗 每天正月十六 打小人 看过吗 以前精神戏宴 对面那边 还有一个小宽 以前我喜欢去看的 停下车 做工的时候 刚好小人 去看 那些富人很会打的 烧了香油 败了油 有些是黏在上面 打那个小人 比如说你丈夫有个狐狸精 狐狸精 打死你 打死你 狐狸精怪 打死你 打到你不出头 对不对 一直 在打 用火去治他的头 治的眼睛 对吗 叫做自小人 叫做记小人 就是所谓的 一种发泄 用神灵力量来发泄 所以 记小人 还有记白斧 所以中文来讲 青龙白斧 左青龙 右白斧 上朱窃 下玄武 这就是四方八面的东西 不会讲太多了 第十二 施法斗法 如果你现在被人做了法了 你找个师父 师父跟你做了 他查到糟糕 那个师父比我更厉害 一山还一山高 你不会跟他斗 没有吗 我父亲斗了很多的东西了 他们知道的 感应得到的 如果对方强的话 他会回应过来的 你受不了 你招架 对不起了 你几个玩家搞点 为了 斗法 还有斜术杠骨头 他们用骨头做法术 早期二十年代 去挖那骨头 死人骨头做 有没有 用骨头 死人骨头念咒 可以做法术的 其中很强的 意思是藏魂祭舍 他们把你的魂藏到某个地方去 死人不能够害你 逢凶化祭 这些都是法术里面所做的东西 最后 功德法事 念你做功德 请法师来给你念念 多煎点香油钱 做法事 做好事 那你就可以得到好处了 这些所谓法术的类别 就是这样 其他我不再讲 我们很快来看过去 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忍耐一下吗 可以 谢谢你 第七 符咒的种类 到底有多少种符 来啦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符了 其中第一个给你们看的 就是天师符 张天师发符 这也 很出名的 它有很多符的 这里面一大堆都是它的符章 这本书里面 第二是钟馗符 钟馗是捉馗的吗 知道吗 胡子黑黑 眼睛大大力的 看到你会怕的 第一种 第三 有收腰符 你看到那些中国台湾系 香港系台湾系的 收腰 带子坐起来 你看到真的不对 那个狐狸精啊 了哉 看到没有 最近不是有套新了哉 是不是 收腰你看过吗 专收腰的 第四种是符卢符 符卢也是收腰的 我父亲最厉害 最大的是符卢符 一个葫芦符里面 里面有很多千奇百怪 这种神灵符咒 这符卢符卖很高价钱的 我在四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父亲一张符 要收三十六块 好高价钱 但父亲都一般上送给别人没有钱 第五是隐身符 长生 你看不到的 他吃了符章以后 好像你这面前过 好像鬼接岸啊听过没啊 那种做坏事人就要找到东西了 吃东西 警察过去看不到我的 明明看到在那里 为什么找不到他的 就是用符了 这种隐身符 如果法师够力量啊 很厉害的 第六和赫符 你夫妻吵架 好给你喝啦 看你食神爸自己对照一下啦 两公婆要採羊膏杯酒 给你喝喝喝符 喝喝里后还有离善符 你不喜欢你太太 要不做给你离分 那你很讨厌你 给他离善 哎呀很坏的 你看好的又是他 不好意思他 神怪都很假的 第八 屈邪符 把你的邪屈走掉他 来到时候 他来不近 另外一种是屁邪符 不然屈 屈送赶他 踢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到你边界 已经cover了 离拔围住了 叫避邪符 好 夜令符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说 你的日子有冲撞 叫夜令符 没有吗 哎呀我接分接的日子 选错日子 出兵那天 不应该早上10点 应该下午13点 结果时间冲到太岁 麻烦了 回去一个生病 两个生病 他就问你 你家里最近发什么事 我爷爷上个礼拜死了 什么时候出兵 哎呀早上10点不该呀 这个叫他们吃些符章 帮助你解决问题 叫夜令符 知道吗 好 第十 平安符大家都知道了 我平安 早上符章 带在身上 第十二 是什么 震宰符 你家里门门有个符章有没有 呀震 帮助你的住宰 那个鬼灵不能进来 第十三 叫什么 震梦符 常常有人发梦 好梦还好啊 最怕是发鬼梦啊 哎呀 每次一睡觉 鬼梦就来追到你 哇 飘冷汗 夜夜不能睡啊 对 吃过吗 听过吗 哎呀 我这些白鬼鸭子都给五分的 一张符章给你吃 啊 的梦就走 没有了 平安睡觉了 听得吗 第十三 压经符 受到发经的 古代过去你看有些人用衣服去去去去去招魂的有没有 用衣服去找 我回来了 用服去找 压经 你一人过度惊慌 吃什么 吃什么言啊 陆神言啊 受惊人 但还受不了的话 他们就用这方面 给你吃下去 压经了 就平安 你看好多孩子小子 被吓到不能睡有没有 每一次就发噩梦 不能睡 这个梦跟这个惊吓有关系的 这个吃了以后 早搞定了 好 第十五 催生符 这里刚才有提到催生符 就是那些富人生产 过去不想开刀的 一开刀就是死掉的 我看过我父亲做过几次 在医院生不出 找我父亲 马上 在神台烧香 就请神明 就催生 不久 以前用电话 比较不大方便 很久才打电话回来 说 那孩子生出来了 催生符 第十六 安胎符有没有啊 哎呀 他要保住他 不但带也给他吃安胎符 第十七 亚撒� 就是说你动到太岁 动到某些东西 你侵犯了他 你必须要把那个力量压下去 第十八 保身符 听到了 第十九 元寿符 给你寿命长 你吃了长吃了 可以增加好处元寿 第20 就是爱情符了 跟李善符差不多一样 你喜欢哪个女孩子啊 他 要怎么做 拿到他的香片 十层八字 最好头发有口水 哇有血更好了 他给你念奏 念了奏以后 哎哟 喜欢你的 你看 你看有些人 很老的一个 很年轻的 老牛出论草 看过吗 哇 怎么可能的 这么年轻的女孩子 喜欢个这么老 有些是做了多东西了 做了福长 你不爱他 你爱他 你恨他 都可以做到很多的 古怪的东西 爱情钢头符了 21 旺财符 哎呀我生意很不好了 师父给我做做他 拿着福长连连他 我们的财就旺起来了 所以包括看风水 最后 撒雪符 就是刚才说 割那个石头 来写着符章 所以使到这个符章 有力量 这些 一般上比较少做 这些符章 是特别 针对很凶恶的鬼神 或者很 邪恶的 杠头 你需要很力 大量 压他的手 那你就可以完全 破除掉他 这是用 血 来压制 这些所谓的符章 那这些 都在道教明前 我父亲 都做了好多好多 这些东西了 好了 我就把整个 毛山树的整个过程 跟所有的 神树 变化 讲清楚了 换说回头 我爸爸就是一个 这样的人 17岁 学毛山法术 到 77岁 7月初期才离开人间 他一生做了60年法师 他色谈受徒 做了许多许多的法术 我亲耳听 亲眼看 我身为他的儿子在家中 常帮着写这么多的符章 我就在家中长大 但 我的父亲 我长话短说 他有很多的徒弟 到他死之前 他告诉徒弟们 告诉我的 哥哥姐姐们 当我死的时候 你不要替我做宰事 不要替我做功德法事 这没有用的 这都是迷信 简单用块布给他包起来 然后 两天出兵就好了 我来自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中 长大的 我妈妈 嫁给我父亲 替我父亲生了12个孩子 但我家里很不幸 我的妈妈前面三个大儿子 都小的时候 两三岁就要死去了 从此有妈妈就很心痛 相信命中的注定 一生受苦 从此以后 他每一个早上 四点到四点 一定起来 烧香 祭拜神明 逢淡必拜 逢妙必奸相有钱的 逢妙必拜 逢淡必奸相有钱的 他常常 初一十五一定吃灾 为了输罪 有把所有生下来的孩子 全部 去给 亲人 神明 盼望保佑 这些孩子们 能够长大成人 所以我们几十年没有机会叫妈妈 叫爸爸 叫妈妈 叫阿嫂 叫爸爸 叫叔叔 这就是我的 痛苦的人生背景 加上后来我母亲跟父亲 的感情破裂 有第三者进来 就造成 我母亲恨死我的父亲 最后 事不两立 死不相往来 他们咒诅到他死 很可怜 我爸爸的脾气是很凶 很暴躁 我们常常活在机前不灵 主要一个原因 我爸爸常常喝酒 喝的酒是免费徒弟送的 喝黑狗啤啦 Graspert啦 Angle beer啦 最怕是喝三八酒啊 白酒 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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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酒 知道吗 这些酒的酒精啊 四五十个巴仙 很烈很烈 就是喝那种酒 而且很想吃狗肉 狗肉又喝三八酒 你就知道什么味道 所以一喝醉酒 我家里就完全没有办法平静 那妈妈一早 四点就起来去割塑胶 他们就在那边唱三歌 我在那边吵啊 讲话啦 大小声 他们喝醉就不是打醉拳了 在唱醉歌啊 那麻烦了 母亲受不了了 冒岩太伤了吗 啊 不得了 来了 哇 叮叮叮叮叮就来了 他们从小没有安宁 父亲是很凶 很痛苦 我们家中长大 所以我还没有信耶稣 的时候 我四兄弟 讲好了 我爸爸死的时候 不要回来看他 他很对不起我们 没有 给我们好好抚养 所以我们生活为父母亲 很辛苦 割塑胶 洗洗米 种菜 赚了 的钱来养我们长大的 所以我们家里就是这样 走过来的 到我爸爸晚年的时候 他原先跟人家做法事都没有收钱的 你给他红包他送你红包子 钱退换给你 就好像当时 跟这些逃红警一样 他们就是 帮助别人 我爸爸中国功夫很好 他懂得很多中国药方 又懂得法术神功神大 找他帮助 他主要是所谓的 做好事 到晚年的时候 徒弟跟他讲 师父你老了 你再不收点红包钱 到时你就没有办法 活下去了 后来就寄了些红包钱 我记得 大概有五六千块 死的时候 那些钱就给他安葬 刚刚好用 当我爸爸年老的时候 师父说 师父啊 你老了 你要把这个棒交给你的儿子了 我爸爸不要教 也不要做 一直催他都不要做 不要交棒给我们 如果交棒 我是第一个 因为我是懂得最多的东西的 我最亲近是他 读书最多是我 他爸爸一直不要交给我们 到最后 他病得很严重 那时候我信了耶稣了 我改变了 我把恨转成一种爱 他病得在床上要死 我母亲不去看他了 我三个兄弟不回来 我说念 神学二年纪 刚好假期两个礼拜 我回去照顾他 大小辈在床上 臭得不得了 我把他抱到厅 我们住这压大物来的 简单 到我家就知道 板心压大物来的 木板物来的 很破烂 每一天给他洗五六次 洗屁股 肮脏 臭得不得了 洗到自己 不好意思流泪 你为什么这样帮我 我说耶稣爱我 耶稣拯救我 告诉他 他流泪 就要信耶稣好不好 他很想信耶稣 但徒弟不可以他信耶稣 你信耶稣啊 我们的香炉板去哪里 你信了耶稣啊 我们的饭碗打破了 你信了耶稣啊 我没有脸啊 这么多徒弟 后来魔鬼工作 他没有发现耶稣 当他老要死之前 我服侍他 我就问他 阿寿 你做了几十年 这种法术 你这么强大的威力 到底你力量从哪里来 我问他 到底你拜的是真神 是假神 我问他 他跟我讲 我拜的不是真神 他们请什么 一王大帝啦 岩石天军啦 拉扎啦 这些六人先师 这各种各样 无论神掌 的东西 都不是神 我父亲为什么有这样领印呢 那服装这么厉害呢 我亲眼看一个年轻人 在乡下的时候 在吃饭 那鱼骨梗到喉咙很深 挖不出来 要死要生 被人抬到我的家去 师父救命 我父亲马上在神台烧香 马上请神明拿着一张 画骨符 念了咒以后 就把它烧到一碗 那个碗里面去 那个水 他一顿脚 灌下去 那骨头就化掉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东西 我今天没有办法再讲下去 这么多的时间 我告诉你 我父亲这样的法术 这样领印 他其中有两个法宝 一个是看水碗 你找什么法师找他 他请示神明过后 他打开这个碗 用一张盐宝盖住他 那碗的清水就会出现东西的了 好像 西方的魔镜一样 看到吗 就出现了 很准 还有一只是铜子骨 那骨头大概有八寸 这骨头什么骨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 那些医院 那些婴孩死了 家人都不要去领的 让医院去处理的 对不对 不喜欢领婴孩的 他就请了医院的后面 管私房的印度人 把孩子的骨头窃窃窃 在走啊 就是六六七寸罢了吗 刮干净他 他们就拿去烧掉丢掉 买掉嘛 那死人骨头来做铜子骨 念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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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久了这个骨头就通灵了 你说什么话他会跟你回应 每次我看了父亲坐了人家来请法师的时候 他烧了香 请了神明 坐下来喝啤酒 手中拿着铜子骨好像 好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我看最先发明是 他用手机嘛 五六十年前嘛 你们还没有手机嘛 他早就有internet了 对 这十一晚上internet有了 等下你问什么 他一无一失从嘴巴告诉你 很清楚很准 包括算命法师都在里面 好厉害 到最后 我问他 你的灵这么灵硬 做法师这么强 力量从哪里来 他跟我讲 我所拜的不是神 没醒 是恰灵 有没有听吗 邪灵 恰灵 邪灵 没醒 后来他跟我讲 他的法师厉害的 邪灵就是羊鬼 七贵 羊鬼不是给他饭吃给他 受一次的羊鬼 羊鬼是你拜了这所谓的鬼 鬼神以后 你跟他立业 你只要常常 供奉默拜他 你顺服他 他什么时候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 你就可以取得他的力量 但你一生要做中心子弟 服从他 你不能离开他 很可怕 才到死 我爸爸 做的法术 这是 法师的儿子 从这背景中 过来的 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讲清楚 我为什么 我要一定负责任给你们讲得清楚 就算用你们多点时间 也是 是值得让你们清楚知道 这整个 茅山法术的起源 画符 念咒 怎么来 到最后一个法师 死的时候 坦诚告诉我们 他所拜的不是神 是邪灵 如果他所拜的是神这么灵硬 一个师父 他不把这东西传给我 我发达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对不对 什么来求我的话 不是二十三块 三百六三千六三万六 对不对 我可以买多少 那么十六 感谢上帝 神救了我 恩待了我 是我蒙受神的恩典跟救赎 我今天晚上 站在你面前 把我实实在在 的 心腹肺炎 告诉你们 不要去相信的东西 这些不是真神 是鬼神 真神 只有一位从天降在人间 拯救人 我们钉十字架的 那位耶稣基督 他第三天从事里活 战胜死亡阴间 我们信他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真神 给我们盼望 这些宗教的神灵 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他是神 也没有叫我们拜他 如果是神 又救人又害人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给人家夫妻和好 给人家夫妻离善 神又可以 鬼又可以 真神不会这样做 他们今天晚上你能够明白了解 上帝爱你 我以后继续讲 二三十堂的不同的 课题给你们知道 包括风水了 长相了 打灾了 笑道了 鬼神了 给你们更了解 认识 我们自己 华人的宗教信仰 到底信什么 拜什么 求什么 要什么 怕什么 今天晚上 你能够了解 愿上帝帮助你 引导你 阿们 那我想 只有一位真神 能救我们 就是上帝 帮我今天晚上你 当你真正信的耶稣 你不怕人做杠徒害你 你不怕鬼神害你 你不怕这种幽灵野鬼来搅扰你 耶稣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光有生命有能力 我凤准没可以赶掉 我靠主的能力 可以得胜 你不需要再惧怕 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也就是战胜死亡 得胜魔鬼 什么相信 我凤准没可以赶掉 不怕你拿我的照片 十成八字 拿去念咒 完全没有法 我的名字 天上的生命车上 在耶稣基督的手中 不再惧怕鬼神 这是千真万切的事实 如果我信的耶稣假的 我早就死掉了 对不信 我爸爸的法术这么厉害 对不对 你敢出来公布他的 黑暗的东西 咒诅拿去了 捆绑释放了 黑暗过去了 耶稣救赎了我 这是个事实 阿们 怕今天晚上你也信他 得到恩典 我们站起来祷告结束 我的主我的上帝 不能今天晚上站在你面前 来诉说整个黑暗的世界 这是魔鬼所捆绑的世界 因为有你 这世界就有光 因为有你生命就有盼望 有你人就可以得到永生 今天晚上凡是愿意归族的人 主你就以他们同在 赦免他们 拯救他们 医治他们 是你重生他们 进入光明的国度 离开黑暗撒旦的全世 脱离一切 邪恶 迷信的捆绑 得到真理释放的自由 光明的人生 喜乐的盼望 求你以他们同在 自己他们前面当主的道路 给每一个弟兄者 都领受丰盛的恩典 刚强的心智 靠主得胜 我们回家的路程 晚上的睡眠 赤下平安 度过黑夜 明早 重见 阳光的普照 过一 天的生活 过一生 的生活 多么恩 谢谢你最近祷告 再一次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所求你 Amen 请坐 请坐